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舞要落雨 阿公在巨处逃遥绝雨 嘿兄弟 天舞要落雨 嘿兄弟 你去了哪里 谁会为你 当风遮雨 上天如地也要找到你 我们是兄弟 生死在一起 九神七家兵天下 那么有胆气 我们是兄弟 一样能复书吗 有人但敢伤害你 和他拼到你 我们是兄弟 一样能复书吗 我们是兄弟 一样能复书吗 三支乱部是我的义字 但他毕竟是汉人 他可当大将 能做先锋 不过 将军 您是觉得 让三支乱部做军团领将 尚不稳妥 让他做军团领将 军中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服 不是不服他的本事 是不服他的身世 你也会不服 对不对 所以他永远得不到绝对信任 也永远做不到领将的位子上 将军你是担心 三支乱部的战功越来越多 越理越大 到时 三支乱部会竭力表现 凭他的本事 会立更大的战功 届时 他要是要更大的兵权 我很难拒绝 将军所想 朕密长远 你立即启程 追上直江园 你立即启程 你立即启程 直江园将军已去网星化 将军是要我跟随前往 不 我是让你通报直江园 告诉他该怎么做 怎么做 三支乱部 现在毕竟还是直江园的属下 所以他必须服从命令 你通报直江园 告诉他 星化之战一旦打起 尽量安排三支乱部 远离主战区 不能参与重要战事 你避其锋芒 是 是我想明白 你 大家好 您 长昊 已经很晚了 早点休息吧 师兄 这次的失败 不仅我心里有了阴影 现在就连兴华的守军 甚至是僧兵团 也都士气低落 你瞧我怎么睡得着 现在国军重步 就盘踞在兴华面前 他们越是不动 我心里就越担心 你知道吗 在我心里面 已经无数次推算 他们会怎么分布 怎么进兵 可每一次加想的结果都 心话能不能守得住 我现在是越来越没信心了 你不能没有信心 你可是大家的主心骨啊 可是 没有可是 就算是庄 你也得装出有信心的样子来 不然 你让刘贤怎么办 你让兴华守军怎么办 你让兴华城内 几十万百姓怎么办 师兄 我不会放弃 三支将军现在后悔了 晚了 这个三支卵布 现在还能听我的 他现在是功臣 是名将 三支将军当初就不应该 收养这么个人当义子 养来养去 养成祸了吧 三支乱布这几年的确占攻险鹤 给咱们军团也提升了不少分量 影响甚大 你说三支将军这个养子 难道养得不值吗 只不过 三支将军当然看着他带来的影响 但是将军也很矛盾 既想让他发挥出才能 又担心他过于展露自己 说来说去还是麻烦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 只是在三支将军面前 不敢提起 说来听听 既然三支乱布想建功立业 就给他机会让他去 让他在兴化之战中尽情发挥 并以军团先锋之名率先出击 这一样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我们部署的损伤 也可以最大限度地 消耗三支乱布的实力 如果真能借此一战 让三支乱布损兵折将的话 也倒是一件好事 其实还有更好的事情 那就是三支将军的养子 骁勇善战的先锋大将 三支乱布 在兴化仪战死沙场 那这样就完美了 你们听没听说 现在各路我口都在往兴化干 说是啊 要打一场仗 据说三支屠田的部队 马上就要经过咱们这里了 那咱这会不会遭殃啊 应该不会 他们呢 是要打兴化 哪有功夫来咱们这小地方啊 那可不一定 他们一路向南 是吧 图兵之 那领兵的是谁啊 我听说这次领兵的人 叫植江源 是他呀 植江源 那可厉害了 带那么多人 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也不知道谁能挡得住他呀 是啊 我可告诉你 你想都别想 植江源不是你该杀的 植江源是大将 更是倭寇 我怎么不该杀他 他要是落单了 你可以杀他 可他现在带着兵呢 所以他是你弟 展昊的 我和我弟是兄弟 谁啥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 展昊去那叫打仗 你去那是打架 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不许去 还吃不吃了 不吃咱们就接着走 吃啊 我正饿着呢 走 大吃一顿 展昊 展昊 睡这么死 我这么叫都叫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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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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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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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